好 GO 哇 水之呼吸 現在緊張的一刻來了 我們已經淋完水了 我現在來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走走開箱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最後一樣有抽獎 所以請大家記得看到最後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最近就是大家很喜歡在台灣遊山玩水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一個東西就是 對於所有登山的山友們 或者是你想要挑戰登山 你可能只是像我一樣很少在爬山 但是想要開始來嘗試看看 突然間有人約你去了 因為你出不了國了嘛 這時候你需要的一個裝備 這個東西就是由Kawas團隊所推出的 Laos重裝環保防水外套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Laos外套長什麼樣 我們現在這邊站著的是一個假人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外套是一個藍色的版本 男版跟女版都有兩種顏色可以選擇 我們這個假人他是一位男性 那這個顏色就是藍色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算是蠻好看的 而且以登山來講的話其實還蠻顯眼的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外套呢 它裡面其實是有三層的布料 最裡面那一層它是比較輕膚的布料 就等於是你碰觸到它的那一層 是會讓你覺得比較舒服的 那外面這一層呢 它是有防水的功效 也就是讓你機能性可以再更強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外套摸起來 假的開玩笑 好癢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外套呢 它的觸感是相當好的 這個配色還蠻好看的 然後它的顏色的那個區塊的設計 是不是爬山的外套都長這個樣子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位假人他常常爬山啊 沒有爬山外套其實有時候 比較沒有這種跳色的設計 是嗎 其實大部分就是比如說都是 一整件就是黃色或是一整件就是黑色 一整件紅色 可是他們不是有的人會穿那種很亮的 什麼 什麼螢光色配粉紅色 桃紅色 比較少 它可能就是有兩層 但不會是同一件外套 OK那不如你要不要把你的右手伸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這邊 就是你看它這邊的設計 對有沒有看到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如果你穿這個去爬山的話呢 就算你爬山的技術不好 可是至少可以在服裝這個方面拔得頭愁 免得人家說你穿得又愁爬得又爛 你看到它這兩側是不是有深色的設計的區塊 人家看到你的時候你就會有一種顯瘦的效果在 你知道有一種那種很作弊的褲啊 就是它左右兩側都會設計一條黑色的 然後就讓你看起來好像怎麼樣腿很細 它就是有那種異曲同工的設計的感覺 胸口這一塊好像就讓你比較挺 對啊好像哇怎麼樣 這邊到這邊是怎麼樣 是比較 或者有可能是會阿舞有在練 對或者是可能是因為這個假人本身有在練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在練的人 例如我的話 等一下我們穿起來看看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那現在換我來穿 我現在認識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我自己 一生中從來沒有穿過的衣服 好那今天是我從冥王星登上太空船的第10天 因為我們在上面不小心待了十幾分鐘 回來發現已經過了23年了 我的女兒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阿嬤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邊這個袖子裡 它有就是這個魔鬼站的設計 這個地方它設計的比較特別 它不會沾東西喔 就如果你這樣子去沾一些有毛的布或什麼之類 它是比較不容易會卡在上面 那這裡就是讓你可以把袖口收得緊一點 它的風灌進去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你知道爬上外套真的是走很機能的路線 好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領子 在這裡 領子在這裡 可以拉開 領子 然後跟它後面的帽子 基本上它是深開的喔 這帽子真的很大耶 如果你頭超大 或者是還有帶另外的帽子 下雪的時候帶著煙盔 可是這個帽子還是可以把煙盔這樣子包覆在裡面就對了 喔 往下拉 哇塞 我整個人變好神秘喔 這樣子風雨就比較不會進 接下來我們整集都這樣跟大家介紹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它腋下兩邊有的拉鍊 但是它這個拉鍊的作用是什麼 排氣 排氣是不是 通風 在行進的時候會變好 喔 對啊 你看這是我裡面的衣服 如果你想要性感一點的話 你裡面也可以不要穿 大家就會覺得喔 天啊 平常都沒事 遇到喜歡的人 整個被弄弄攻擊 對 他說你看 它兩側都有拉鍊 所以你可以去控制它 這個洞要開得多大 你也可以只開一點點 那你整個開起來就多大 整個開起來就 就變這樣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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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Oh my god 這會不會too fucking sexy 外套的左右兩邊有口袋 這樣子打開 手可以伸進去 歡迎收看台灣全紀錄 我們今天要出發去尋找神奇的大蟒聲 為什麼這個口袋要設計得這麼深呢 原因是因為有些人他在登山的時候 他背的包包其實是很大的那種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前面有一個扣環扣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的口袋只有這麼小的話 那我不是扣環扣在這邊 都把我的口袋擋住了嗎 那我怎麼拿東西 所以他口袋設計得比較深 就可以讓你假設這邊有扣環扣住的時候 你還可以從這裡去拿東西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觀眾都被我們訓練到很熟練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防水拉鍊 就是拉鍊的外面還有另一層布覆蓋著 如果說被潑到水或什麼的話 比較不會滲到拉鍊裡面的東西 害裡面的東西弄濕 所以他幾乎整件都是有防水的 除了這邊可能比較還好以外 所以我現在穿的這件是M號 以一般的衣服來講的話 照理說像我是170嘛 然後大概60幾公斤 大概應該要穿M號 可是他這個M號其實有比一般你想像的衣服大一點 尤其是衣長的部分他有稍微比較長 所以如果你想要穿的是比較合身的 那你可能就要往下選一個size 他會稍微比較寬跟長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頁面上面的一些資料 那如果你穿的已經比較寬了 你可能其他地方褲子的話 你可以選的稍微寬一點點 會比較看起來好一點 站在那個玉山登山口 然後這樣我拍 然後根本沒有爬上去 就回家了 至少有一張照片 至少有一張照片證明你來過這個地方 而且要是好看的 這時候再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外套裡面其實也是有口袋的 這邊 看到沒有 這邊有口袋 然後他的布是稍微有點彈性的 反正就是放一些 要不是很小就是很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裡面放高山藥 對不對 這就是蠻重要的 最後呢 我們其他製作的同仁呢 他們就突然間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來做一個防水測試 我只能說 你們也太沒有創意了吧 到底要防水測試到什麼時候 但是他們今天想到一個新的防水測試的方法 就是我穿著這一件外套 然後他們要從我的頭上把水往下淋 看一下 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 為了要好好的來測試這個外套 我今天就是非常的犧牲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帽子戴起來 好大家 你們覺得我可以逃過一截嗎 好來喔 來喔 GO 下大雨了 真的好像在下雨喔 下雨囉 好了 你潘了多少量的水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可能就是一陣很猛烈的毛毛雨就是這樣 你目前有感覺臉有濕嗎 還好耶 那頭有涼亮的感覺嗎 其實不太會 我可以先在這個階段 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成果 你看乾的啊 對不對 我頭髮是乾的啊 不完全乾 只是很亂而已 目前來講就是 因為他外套有三層嘛 基本上你裡面的人 如果你包好的話就不會濕 但他外套外面會有一點點濕濕的 只是因為他有三層的結構 那可能他外面那層是濕 但是裡面的防水層不會濕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 比如說現在要拿出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看到有一瓶這個礦泉水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整個礦泉水這樣往下淋 帽子戴起來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說我們的那個水 水 整瓶的水 好 GO 水之呼吸 整瓶到晚 好像在修煉 落湯雞到不行耶 整個濕搭搭的 現在緊張的一刻來了 我們已經淋完水了 現在來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哇超乾耶 很乾吧 哇塞 對啊 我的頭髮還蓬鬆的耶 給大家看裡面 超乾 完全是乾的 完全是乾的 看到了沒有 整個人像新的一樣 有沒有看到 如果我的衣服濕掉的話 應該會變這個 這樣子的顏色 測試成功 好可以再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裡面 裡面是完全是乾的 然後它外面就像我們說的 外層其實還是會濕 但是裡面不會濕到 重點是在裡面 所以就是我們實測的結果 另外我覺得他們還有一個很有心的一點是 其實市面上有些防水的布料材質 它是比較不那麼環保的 是裡面有含浮這個物質在裡頭 Kawas這個團隊 他們為了要顧及到環保的價值 他們特別選用的是不含浮的布料 但是依然是有防水的作用 所以它還有兼顧到了 對環境的一份責任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希望大家看完以後 都有更了解這個 Laos重裝環保防水外套 也覺得更喜歡它 那我們會把它的更多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最後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那今天要抽獎的東西 蠻特別的 不是這件外套 但是是一個登山的人也很愛用的東西 它是這個Kawas團隊 他們自己設計的一款 頭巾 山林頭巾 都是楓葉耶 楓葉跟很多其他葉子 這樣子 然後把它Type 這樣嗎 或者是你也可以 對 對 你很懂耶 你懂嗎 你明明就會耶 這樣有兩層的感覺嗎 還是只是很奇怪的路邊的布口罩 不會啊 或者是頭巾的功能 其實就是這樣 你這樣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整個往上 就是當成自己比較像毛毛毛 我懂你意思了 你如果是有瀏海的人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戴啊 然後你剛講的是怎樣 就是把它整個包到後面 包到後面對不對 紅麻油嗎 紅麻油 就這樣嗎 對 沒錯 基本上我們的獎品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好嗎 不是我帶過的 是新的 所以請他放心的來參加抽獎 好 如何得到這款登山的頭巾 或者是那個領巾呢 方法很簡單 就一樣是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個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得到一款這個登山頭巾囉 所以趕快來留言吧 開啟你的登山生活 加油 祝大家旅途平安 掰掰 這個動作不很奇怪 你自己要在誰一直抓的 為什麼又變這樣 Oh my god